啊,是的,尚氣 在上映之前就已經讓最多人有負面第一印象的漫威電影 第一個預告看起來有些廉價 主角又不符合多數亞洲人的審美觀 究竟漫威會不會在黑寡婦翻車之後 再度交出另外一個令人失望的第四階段作品 就讓我們放下全見來看看這部電影 大家好,我是超粒方 感謝點見這部影片的你 沒有錯就是你 如果你出來乍到 只要點一下訂閱就能加入這個邪教 最近做了不少漫威新作品 深度解析 包括看了才能看懂《蜘蛛人3》的洛基以及《假如》 還有《沙丘深度介紹》有空記得去看一下 說起來上映這部電影真的蠻有趣的 當年宣布時就有許多人期待它能夠有黑豹的影響力 成為第一部真正讓華裔發光發熱的超級英雄電影 而且還能洗刷當年《鋼鐵人3》侮辱滿大人的冤屈 不過至少在台灣因為某些特徵 有不少人從男主角演員公布之後 就一直對這部電影開始冷嘲熱諷 我是覺得嘲笑一個人長相只會顯得自己沒格調 不知道你怎麼想 況且以前已經有多少剛選角的時候覺得完全不適合 在電影實際上映之後卻發現是完美人選的例子了 更何況漫威歷年來電影品質雖然參差不起 但是在選角上也從沒讓人失望 總之在各種因素之下 許多人一直都是帶著看笑話的心態看這一部電影 不瞞你說我自己也是因為前幾部預告一直看起來不太像是漫威第四階段該出現的水準 在黑寡婦之後更只能說是不期不待 有種 好了等永恆族跟蜘蛛人就好了的感覺 不過在看完尚氣之後我得說我錯了 他雖然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神作 不過你絕對可以看得出漫威有認真在試圖做出各種嘗試 而不是走花木蘭那種馬虎又討好的路線 尚氣故事從文武開始說起 他帶著傳說中的十環征服無數帝國 也將自己的孩子訓練成人間雄妻 直到兒子上戲逃家 到舊金山當趴車小弟過著日復一日的生活 有一天父親人馬前來找他麻煩搶他的項鍊 上戲意識到自己的妹妹夏琳也身陷危險 動身前往與他團圓 上戲的故事設定說不上是特別出人意料 不過光從開頭十分鐘全中文的開場戲 你就知道漫威這次真的是殺費苦心了 在其中的角色塑造 以及漫威從未出現過的元素之下 絕對稱得上是引人入勝 雖然如此說劇情某些地方 調性轉換讓人覺得有點脖子扭傷 無論在情節上或是情緒上都是如此 我舉給你五個字 另外漫威更像是為了圓滿鋼鐵人3的滿大人爭議 而稍微偏移了焦點 某些元素也不免過於特意討好年齡層較低的觀眾 不過這些缺點都不算是太過分 只是會讓某些人有些出息 整部電影還是有不少讓常連漫威迷能夠非常興奮的元素 不過不要太期待老王跟惡煞的對打 不是很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 上期有不少極為黑暗的元素 無論是以漫威還是所有商業大片的標準來看 某些橋段甚至讓我覺得 天鵝的情節真的是可以出現在迪士尼電影裡的嗎? 而這就是漫威第四階段電影該有的樣子 儘管不是所有元素都百分之百成功 至少勇於帶出了一些新點子 其中的動作戲可說是漫威電影之中最好看的 動作指導師前陣子剛去世的 他是成家般出身 這部電影也確實看得到不少港片武打的影子 更是有好幾場善用地點特性 讓武打不再是單純的肉搏 除此之外更是融合了武俠片令人莫不暇己的過招 搭配其中流暢的運鏡 即使你只是單純想來看 爽的絕對也不會失望 不得不說這部電影還是有漫威一直以來 第三幕電腦動畫大亂鬥的毛病 這部電影從一開始的徒手搏鬥到加入實環到怪獸神仙打架 不免讓人覺得有些可惜 同時他也一樣習慣在打到一半的時候就硬要切到小配角 或用笑話來打亂節奏 不過即使是這樣 來到上氣以及文武的實環對決 絕對是有達到華麗以及震撼力的絕佳平衡 角色的部分就較為參差不齊了 先講大家迫不及待嘲諷的主人王 加拿大藝的劉思慕飾演的上氣 起初確實是沒什麼主角樣 不過在故事進展的過程中 他身上展現越來越多的主角魅力 更完美詮釋出他角色常年壓抑的憤怒 雖然還不到那種非他不可的完美 不過完全不至於讓人出戲 真的如果你仍然放不開他某種外觀上的刻板印象 還有一個重要的小細節 他中文講得很標準 不過阿庫菲娜呃 如果你已經不喜歡他在其他大型商業片之中扮演的小丑角色 那你也絕對不會喜歡Cady這個角色 沒錯他還是扮演那個大嘴巴打嘴炮的跟班 沒事就大吼大叫 再緊張的時刻也無法嚴肅起來 他自己也有個小小的 不是很有說服力的角色曲線 就是從一個放棄自己前途的青年 到最後大戰突然發現自己的潛力之類的 其實更讓人煩躁的是另外一個手面孔 你看到就能明白我的痛了 當然相信絕大多數人就是要來看梁朝偉的 他絕對是這部電影最大的亮點 文武這個角色剛開始類似漫威多數的免洗反派 動機極其薄弱 電影甚至在一開頭就說了 他可以拿十環來行下仗義 但是他只想征服 不過隨著電影進展 他的戲份越來越多 梁朝偉在平和表面之下的暗潮汹涌 更是為他增添不少層次 我們看到妻子多年前的死去 對他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 以及他為什麼會給上妻做出如此的魔鬼訓練 更呈現出充滿悲劇性的主題 一個人窮極一生追求 早已失去甚至不存在的事物 創造出一個假想敵 以及永遠無法棄集的目標 就只為了找到能讓自己繼續活下去的理由 漫威終於能夠發揮這個角色的真正深度 體外話 梁朝偉今年59歲 這是他生涯第一次出現在一部好萊塢作品中 其實他根本是在給美國演員一個深入 不然以他的演技與螢幕魅力 其他人哪有機會爭奪影帝 回到上期與文武的關係 漫威父母不是已經死了就是正在死的路上 電影中的親生父子互動 也展現了漫威其他電影都無法達到的深度主題探究 其中對於華人家庭文化的呈現 一點都不會落於刻板印象 而是呈現出悲哀的事實 許多父母教育孩子 要他們達成傳統眼光的成就 與其說是誠心為了小孩的未來著想 更像是希望藉由小孩 達成自己無法得到的成就 滿足自己內心的懊悔與空虛 畢竟大多數家庭內的情緒勒索 並不是出於惡意 而是無法真誠面對自己一生的遺憾 不要懷疑這部電影也有把情緒勒索演得淋漓盡致 同時上期更是探究了一個人要如何面對自己的傳承 家人的影響 無論你喜不喜歡 無論是好是壞 都是每個人身份難以莫除的一部分 上期就身處於這種殺人無數教養嚴厲的父親 以及從小以愛扶持的母親的拉扯之間 而他自己最難面對的真相就是 其實文武的影子仍然佔據他人格的大半部分 逃家十年他並沒有脫離這樣的陰影 只是把他埋藏在內心深處 成了不定時炸彈 目前看來漫威第四階段最大的主題 就是探討各個角色如何面對自己 以及他人打造的命運囚牢 無論這種囚牢是超越時間與空間的強大存在所寫下的劇本 或是無人能契機的真正英雄所留下的傳承 自己因為不願面對創傷而創造的虛幻世界 甚至面對家庭創傷以及自身過去的心魔 放棄寡夫可說是完全沒有發揮這個主題 現在上期也延續了這個主題 一個人的生長環境雖然永遠是你的一部分 但是你並不需要被這樣的過去定義 傳承並不只有蓋瓜全收或全盤拒絕這兩個選項 而是可以忠於自己仔細審視這一路以來的經歷 將之轉為自己身份的一部分 獲得真理勢必得懂得謬誤 領受光明就必須看見黑暗 上期這個故事優美地呈現這樣的陰陽概念 也因此造就了漫威數一數二深刻的故事 最終這一切也許用四個字就能解釋完了 放下去見 之後還會出兩個超重要的片尾彩蛋深度解析 記得看一下 現在就點畫面上連結看漫威以及沙丘的深度解析 我是超粒方 我們另一部影片見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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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見